灰色轎车临停在路口 驾驶一下车后 就往条文上一男子步步逼近 下一秒直接挥拳 两名男子在马路上大打出手 互相拉扯 其中一人的女友在旁边劝驾 想把双方拉开 没多久警察来了 黑衣男立刻冲回车上 带着女子头也不回 加速逃逸 警方追上去大约一公里 灰色轎车就失控 自撞路数 好几笔原警立刻冲上去 把驾驶拖出来压制在地 右前方车头被撞凹 毁损相当严重 引擎盖被掀开 满地都是零件碎片 车身有一半在人行道上 警方出动脱掉车 花了一小时排除 一号凌晨一点多 台北市松山警方巡逻 接获路人报案 说路口有人在打架 赶到现场拦车 逮到44岁的黄姓嫌犯 查获大麻跟安非他命 车上还有另一名乘客 34岁的张姓女子 公称因为跟男友吵架 在路边随机拦下黄姓嫌犯 说要搭他的车离开 男友一气之下 跟嫌犯起冲突 或许是没想到路人会报警 嫌犯看到警方到场 因为车内有违禁品 才会慌张逃逸 但是否太过紧张了 嘴撞藏毒也曝光 TV新闻陈冠宇 原来说黄姓嫌犯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